2015年第二系列总基查司报告出炉两天,一共发出944份警告给各部门,当中包括902份纠正性警告,另外42份重届性警告,涉及的单位涵盖8个州政府和5个联邦法定机构。 阿里函沙今天在部城,出席2015年第二系列总基查司报告记者会时指出,重届性警告对付的包括滥权、行为不当以及舒服等单位和人士。 当中有十份惩戒性警告都涉及部门级别,包括能源、绿色工艺与水务部、高教部、内政部和首相署等,当中能源部最为严重一共接获三份警告。 阿里函沙证实,政府已经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,彻查所涉及的案件。 阿里几沙 第一和第二系列总机刷司报告 政府已经对九名公务员 转开纪律处分审理 当局也已经决定 对三人采取警告动心等惩罚 目前还有三人等待结果 另外三人已经被释放